小伙 你说十万 你是不是奔一号来的 她不要找织女吗 一号正在那织女的门 美女我能问你织的是什么吗 我那个想给我那个 那个心爱的她织一个微博 那你到底是不是来找我的呀 我就是来找我的织女的 那你感觉如何怎么样啊 挺好 感觉挺温馨的 那在你心目当中织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温柔的 贤惠的 脾气特别小的那种 她会抄你要月饼吃吗 这个我可以给她买 不是 等会燕斯姐特别想打乱一下的 那个牛郎之女齐月期跟月饼有啥关系啊 牛郎之女到底是齐月期还是8月15节来着 齐月期 那上哪儿买月饼啊 她可能想8月15节吧 你俩挺合适啊 你俩能落一起去 我们都听差评了 那个还有一点 那个织女还想要一部智能手机 你能满足吗 我跑二期的 苹果我不要 你要手机干什么呀 是这样的 那个我觉得那个现在大家都用那个智能手机 然后这个我现在就没有智能手机 然后我就想要一部智能手机 就这样的简单 这样啊 对 这会儿你就从了她吧 她冲别人都是要智能手机跟那个五万块钱 冲你就要个手机跟月饼 之足吧 如果是牵手的话可以满足你这个要求 那个五万块钱也不能少 买月饼不行吗 改型就是说 那五万块钱月饼从那五万块钱里出去 就行